别动,别动,别动,它还在动了,我知道 一会儿呢,里面我要给它拍点药 它有可能会动得更重一些 自己说是耳朵里面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进了一个虫子 说现在还在里面,而且还在里面动 就是感觉耳朵一动的时候还是有点痛 内窥镜检查的话 当时看到一个蟑螂 里面腿还是在活动的 给它上一点麻药之后 取出来 出来啊 不是动啊,不是动啊 哎呀,还是活的 床头的话尽量少放一些零食 或者一些食物残渣 一旦耳朵里面进了异物的话 自己不要随意的掏血 还是要到医院由医生取出